在超級颱風蘇拉吹襲本港之後的9月4日 黃昏時分 香港多個地區有不同的市民都見到香港上空出現一條巨大而長長的農作物體 當中包括沙田的薄康村、九龍的彩雲、紅磡碼頭和港島的質魚蔥等地 有網民將照片上載到社交平台引起網上的熱議 由宗教送養的人士就認為是一種天嘯 名為飛龍在天 根據《易經拳掛中第五鰭》的鰭詞原句話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是一種吉祥的御詩 一些衝於陰謀論的UFO迷就認為 這些空中的怪魂其實是由外星飛碟假裝而成 因為UFO經常都會變裝成不同形狀的魂 以掩人耳目隱藏身份 而一些經常留意軍事新聞的網民就認為 這條魂墓 很可能就是飛彈發射之後流下來的痕跡 咦 看起來有點像 難道北韓發射的飛彈已經射到來香港這邊 另外亦有一些較熟悉氣象學的網民認為 這條龍雲只是一條普通的飛機雲 即是一些噴射飛機飛過的痕跡 不過亦有網民反駁 飛機什麼不是在高空打平飛的嗎 怎會垂直向上飛的呢 而且飛機是直線飛行的 所以飛機雲應該都是直線的 又怎會出現彎曲的弧形的呢 還有飛機雲的前面 通常都會見到一架飛機的 這條龍雲前面 並沒有任何飛機飛過 又怎可能是飛機雲呢 大家有認為哪一個說法才是對呢 善飛解密頻道 一向是以理性科學態度 去解釋各種神秘的現象 所以我在這裏提供的答案 當然是交由根據的 凝結美跡 也就是坊間俗稱的飛機雲 不過今次所見到的飛機雲 並非是普通的飛機雲 而是一種叫做凝結美跡 變形雲的飛機雲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凝結美跡線 凝結美跡 是一種由噴射式 飛機引擎排出來的 濃縮水晶器 而形成的一種可見雲 形成的原因就是 飛機引擎所排出來的高溫廢氣 在空氣中冷卻的時候 會送速這樣凝結成微小的水滴 甚至是一些細小的冰晶 於是就產生一種可見的凝結美跡 凝結美跡 在空中滯流的時間 是視乎空域的溫度和濕度高度 而有所不同 短則滯流時間 只有幾秒 長則滯流時間 可以達到幾個小時 而且可以緩慢擴散成為 幾公里那麼闊 所以就算飛機已經飛走了很遠 看不到 這些凝結美跡 依然會停留在空中 一段時間 那麼凝結美跡變形雲 又是什麼來的呢 凝結美跡變形雲 就是這些長時間滯流在空中的凝結美跡 受到大氣高層的強風影響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擴展和內部轉化 最終它的外觀 會出現一些彎曲或者是弧形的雲狀 看上去就好像自然形成的一些怪魂 令人很容易覺得它不是一種飛機魂 美國 是對氣象研究最先進的國家之一 但是美國國防部 都曾經解釋不到這種神秘的煙魂 在2010年 美國加州有人拍攝到 這條龍卷型的長雲 當時很多人和傳媒 都認為是 飛彈發射的美跡 但是當時美國國防部 翻查了他們 當時的雷達紀錄和其他情報 都沒有發現附近有發射飛彈的跡象 但是就解釋不到 這條怪異的龍雲是什麼 後來終於有氣象專家解釋 這條神秘煙魂 是由一架噴射客機噴出來的飛機雲 它的形象在空中轉化了 而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說的 營結美跡變形雲 當然也都會有人會懷疑 現在的噴射客機 兩邊機也都會有引擎 應該會造出一對飛機雲才對 為什麼會造成一條那麼粗的飛機雲呢 以下這一條影片 是罕有拍攝到 一架波音787客機 飛過的時候 產生的飛機雲的情況 可以見到飛機兩邊的引擎 原本是產生了兩條營結美跡的 但是因為受到空中特定的情況 例如強風的影響 兩條營結美跡很快就 在飛機的後面 融合成一條粗壯的煙雲 於是我們就可以目擊到 營結美跡變形雲的形成 這條粗壯的飛機雲後面 亦都受到大氣的影響 而情形彎曲的形狀 最後就形成了我們較為小見的 營結美跡變形雲 而事實上 營結美跡變形雲這種現象和用詞 直至2017年 才收錄在世界氣象組織 簡稱WMO的 國際雲圖入面 因此難怪 在十幾年前 美國的傳媒甚至國防部 對這種較為特殊的雲 還未有好普遍的形式 其實這些特殊形狀的雲 可以統稱為特種雲 它們可以以不同的形狀 呈現出來的 例如這個特殊雲 是天文台介紹在2021年 香港一名市民拍攝到的 雲的形狀 好像孔雀開瓶 其實是由兩種特種雲 一起出現而構成的 上面呈狐狀的就是營結美跡變形雲 它就是受到強風影響而擴散而成的 而下面就是複臭壯雲 就是由條狀雲層長長伸延到地平線 看下去就好像 背聚在地平線上的一點 整個構圖 就產生了好像孔雀開瓶那樣的畫面 而這張好像神龍擺尾那樣的雲 亦都是在香港拍攝到的 龍尾更加出現一些彩虹式的光輝 看下去更加令人覺得神奇 其實就是太陽的光線 透射一塊積雲 所形成的彩虹積雲 這些彩虹色彩 所形成的機制 和裡面是一樣的 其實香港天文台的網站 亦有專業介紹各種特種雲和特殊現象 只要去這個專業看一看 就可以了解不同形狀的特種雲的形狀和成因 以後看到一些空中怪異的雲狀 和現象 就不用大驚小怪 就不用大驚小怪 咦不是呀 蟬妃你還沒解釋 這條你說是飛機雲的龍狀雲 為什麼不是 在空中水平地出現 而是由地向天地出現的呢 因為這個原因太簡單了 所以還是留給各位聰明的網友去解釋 大家好 我是蟬妃 敬請支持 本物讀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個超級感謝鍵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 亦歡迎 點贊 留言 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一些廣告 又或者加入 蟬妃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 資料豐富的 蟬妃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